大家好,宇童回家了 忘了戴頭褲 今天先讓人進來 可能現在這麼晚了,現在幾點了 可能大家都睡覺 可能星期六會不奇怪 我還欠一副抗盒還未拿 不要緊 看看有沒有朋友進來 如果沒有,我先拿抗盒 我欠抗盒 咦,也有朋友進來 Hello 又是你啊,下機了嗎? 我回到家想跟大家分享 Purve Skin的磁石膏 很多朋友都問我 其實要不一定要用它的卸妝掃 洗臉卸妝掃一用才能卸妝呢? 其實不用的 但為什麼建議用它呢? 我又說一下它的用法和好處 其實回到香港 它辛苦了,每次都是機場 它的優點和用法 其實之前我分享過 和現場洗臉 今天想告訴你 其實它和其他的卸妝洗臉有什麼分別 說一下 其實你看到我 今天直播的時候是5點 5點09分 我出去吃飯到回來 其實現在1點多 在這個磁石粉底膏 我是沒有補過任何妝的 因為真的去到吃飯的地方 聊天的 你根本不記得補妝 唇膏 因為剛才吃完東西 我其實回來刻意補給大家看 就是一間卸妝的 說回磁石粉底膏 其實回到家 我給大家一點卸妝心得 其實我之前 Hello Hello 卸妝 大家都知道 我有戴蚊習慣 是不是 我有戴蚊習慣 有這麼近一點給大家看 很多人除蚊都只有一隻手 其實兩隻手是好一點的 好脆一點 和沒那麼容易拔到自己的眼睫毛 首先我的做法 我洗乾一隻手 兩隻手指 這樣很容易拿出一隻蚊 而且沒那麼容易夾 而且這樣是用到手指肉的位 就你指甲幾長都沒有關係 Hello Hello 然後看著鏡子 直線 很容易脫蚊 因為戴慣脫蚊 我都介輕就熟 回來就是脫蚊 其實本身我是12時多回來 為何到這麼晚才和大家直播呢 就是 剛才黃先生有扭我去吃糖水 然後我們出去吃糖水 我才回來 然後呢 通常卸妝呢 很多人都覺得 無論卸妝膏 卸妝油 都可以上臉 不斷擦擦出這個睫毛液 可以出出 這個睫毛液 這個睫毛液就是 PIRB SKIN的 不需要睫毛夾的睫毛液 它也是纖維 其實只有一種 但它的包裝上面 有分寫著Waterproof 和沒有Waterproof 但其實兩隻是全部一樣 只不過因為分開兩次生產 它們決定加不加防水標籤 因為本身其實纖維的睫毛液 本身 它就已經是防水了 基本上 防水的意思是 它不會預水即溶 但好像上次 如果你看到我現場直播 用水淋 水是有重量 是一定會令它凹 和纖維會脫的 說回如果卸妝 我不建議 絕對絕對 不建議 用卸妝膏 或者卸妝油 不停地擦 因為第一這樣擦 會傷害眼部脆弱的肌膚之外 第二 其實我們的睫毛很脆弱 它也有28天 脫落再生 幾天不夜再生 也是一個周期 這樣要循環 你經常這樣擦 它會傷害了它的生長 而且睫毛會越來越薄 越來越少 稀疏 所以卸妝呢 為什麼要分眼唇 眼唇的卸妝 另外分一些卸妝水 不同牌子的卸妝水 我們簡單來說 為什麼要分卸妝水 和眼唇卸妝 一個是面部 一個是唇部 亦都分開 無論什麼牌子都好 Hello 就是因為 其實一般面部的卸妝水 和眼唇的 是不一樣 甚至卸妝乾 卸妝油 都不應該卸唇 和眼唇 所以我們應該分開 在這一刻卸妝 可能大家也要有少少耐性等 因為要敷著時間 我會建議 由眼部開始 首先 我們先用眼部 我都會用這個 Make for Make這個 有紋露的卸妝棉去卸妝 其實我知道之前 有多朋友問我 見過我之前的視頻 就介紹過日本一隻 很薄的棉花 那隻是卸妝 卸眼部就不錯 其他用法就一般 還有市門 我知道很多連鎖店都買到 這隻就沒那麼容易買到 所以我就 很推介Make for Make這個 首先要搖勻 然後我會濕透整塊棉花 都沒有底面 因為我的省家用法 因為它本身有厚度 看到它的厚度 好像兩層一樣 我會在中間撕開它 不過這個是有少少技巧 其實最初我沒有試的 後來我發現 我在哪裏看到 好像是Make for Make 不是 我好像在這個 Color U專門店 看到它們都是這樣撕開 然後呢 就要敷著它 其實敷這段時間 我敷完兩邊就看不到大家了 我先敷一邊 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敷一邊 HELLO HELLO 嘩 今晚有稀客 JOANN 好久沒見你 想不到你來看我的直播 我們眼部卸妝 我發現很多人的眼睫毛 是很稀小 很短 其實很多時候 卸妝方面做得不足 和不正確 而且這樣 就要去博捷毛 嘩 這麼晚都這麼多人進來 好 接著要敷著 還要把這個卸妝棉 按住 因為你閉上眼睛 貼緊你的睫毛液 因為你的眼妝就是靠 現在這樣 但要敷多久 一般是敷一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了 這一邊其實正常 我會兩邊一起敷 但兩邊敷後 我完全看不到大家 我現在就不敷著這一邊 大家一起等一分鐘 在這個時間 就跟大家說 這邊我卸這個唇給大家看 用另外一張 因為待會這一塊 我會用來射另外一隻 射眼部給大家看 一般我兩邊敷完 我為什麼知道 我看到你的臉 唇部也是建議 它是分開的 唇部也是分開的 唇部也是敷一敷 再敷一敷 其實整個唇都會抹乾淨 當然,唇上卸妝是最乾淨 因為唇上有很多紋路 為什麼要這樣紋路 按著這邊 左右 其實唇上卸妝是最乾淨和最好的 很多人紋路護理 都是做得不足的 然後敷著大約是一分鐘 在剛才大家說話的時間 可能已經過了30秒 甚至乎都差不多接近一分鐘 這段時間你自己看到 它一直在溶解睫毛液 你的眼線全部都在溶解 我平時自己沒有計足過時間 大約一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就撕開去看看 這樣的卸妝是最乾淨的 如果連這樣都卸不到眼睫毛 第一,卸妝產品根本就不行 應該差不多一分鐘吧 現在射給大家看 Hello Tiffany 我又忘了拿黃色的唇泡泡 然後 基本上是把眼部 因為這支接毛液是防水的 其實它已經溶解了 怎樣可以射得乾淨 我首先將它對摺 對摺 那這邊保身平時我會敷這邊的 對不對 我現在做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呢 將這邊對摺之後 其中一邊 摺到底部 看到我下眼睫毛已經溶解了 另外一塊 大家都對摺 然後在上面掃 向外掃 OK呀 我今天也不算很累 星期六個人心態 就是放假心態 好了,我們向外掃 你看到那些纖維一直都在脫 向外為什麼要這樣卸妝呢 可能大家真的會覺得麻煩 但如果你想擁有漂亮的睫毛 還有你的眼部幾乎不要老化 卸妝方面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看過最近很多產品廣告 卸妝呢 就會說 就會脫掉妝 很乾淨 其實這樣擦 那時候的動作已經很傷 我們的眼部皮膚 當這樣擦完之後 我會再把這個卸妝面 最接角 最尖的位置 我就會掃一下 睫毛底 因為剛才我畫了眼線 我就會掃一下 然後就可以擦這個 擦了唐眉 基本上就乾淨了 乾淨了 剛才大家看到 如果 一張棉花 我試試擦一下 你的眼部 這些 剛才是磁射粉底 看到嗎 那你用卸妝的產品 基本上都可以擦到 那個卸妝 即是磁射粉底 但是 你可能 它貼著毛孔裡面的粉 因為它很貼的 就未必卸得完 還有其他卸妝產品 卸完之後 我們還要用洗臉的產品 洗臉 但是Purl Skin這支 就不需要洗臉產品 直接就可以卸妝連洗臉一次過 在現在的狀況 我今天決定 卸半邊面給大家看 這支就已經我用完了 這支我用到最後 拿來做什麼呢 拿來洗這個 它還有一個優點 它這個是掃的狀態 就是用來洗這個化妝泥 化妝泥 化妝泥 超好用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洗化妝泥 都用卸妝油 卸妝膏 要再過選 過什麼選 最好用洗臉的產品 去過 但這支是卸妝洗臉 它是精華狀態 所以用一支就完成了 我現在這支 就是全新的 全新的 它這裡有一個開關 這裡好像比較暗 有聲音 扭開那邊之後 要將它兩邊都同時 很多人問我 要不要濕一下掃 其實它在乾的狀態 都可以起泥 但很正常 我們會濕一點 起泥會比較好 我現在準備了一盆水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將它粉紅色和黃色 同時要擠出來 這樣會更加好 你看到 黃色和粉紅色 然後 其實這個是我的手 但平時 你看看它 皮膚很厲害 我們要上臉 因為我想試給大家看 卸妝洗臉 意思是 它首先有這個掃 將我們剛才的瓷射粉底 射得很乾淨 可以一直把毛孔內 鐵服在毛孔內 都一樣射得這麼乾淨 那自己知道多少份量 自己去衡量 有沒有分天氣 我自己就覺得它 適合這個 春夏秋 到冬天用 我覺得有點蠻蠻蠻的 但是我也有同事 年輕我十年 它覺得它很滋潤 不夠清爽 所以每個人皮膚用都不一樣 我特意現在洗半邊面 我剛才擠了剛才的份量 其實足夠 把洗面膏都拆掉 像你用洗面膏 有些人用洗面膏集中在T字 你用了這個洗面掃 卸妝洗面掃 基本上是不用用洗面刷 而且卸妝洗面掃 它的頭很柔軟 你不會覺得刺激 而且用了磁石粉底 這樣貼的話 你一定要用這個 會洗得更加乾淨 但如果你用卸妝膏去溶解妝 然後才再 或者卸妝油溶解妝 然後才去洗面 都沒有問題 因為有人卸妝 HELLO HELLO 這個時候就先去洗 我準備了兩盆水 但我還是留了產品味 現在我另一邊是未卸的 一抹其實就很乾淨 正常這一刻 用洗面泡 用洗面泡 超乾淨 因為要塗一邊給大家看 整個水 當然要用過水 OK 這個水的好處就是 首先 我卸妝膏射得很乾淨 傳語就是最好用的水 所以它是可以 一過完水之後 就去到這麼白淨 這麼乾淨 就是因為它不會吃在裡面 但卸妝產品 好像現在這樣用完 現在黏黏洗完 其實會覺得有些抹 你要即時做舒緩 爽膚水 敷舒緩面膜 或者噴霧濕噴霧 就是這個作用 好了 之後現在 我們等一下 用爽膚水抹給大家看 其實有些產品叫潔面水 在韓國人會用潔面水 譬如這樣 現在這樣的狀態 我們用潔面水抹一下 抹不到出來 即是這個卸妝洗臉 是很乾淨的 我們測試一下 這個是潔面水 就是用爽膚水的第一步 這個是潔面水 我們是真實的 剛才這邊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粉底的 所以這個卸得很乾淨 把底層所有毛孔 你抹都抹不到 任何髒東西出來 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告訴你 你的粉越貼 你卸妝產品 就要卸得乾淨 有深度 對 很乾淨 然後我試 就是找一個卸妝膏 或者卸妝油膝 給大家看 用其他卸妝 可不可以卸妝 其實都可以 不過你就要加了 洗臉這個步驟 因為這個是洗臉連卸妝一起做的 對嗎 我們用 因為我用開的卸妝 除了卸妝水 我還有很多很多 很多 真的多到很多 我有很多 很多 各有各的好用 因為我要不斷試 HC 好像這個 Mathieu限量版 這個 Megremix 這個 是Natural Republic的 抗泉水 這個都很用很清爽的 剛才問 有個朋友問得很好 天氣 其實卸妝水 雖然都是Telosol 但它都有分很多種 不同的清爽度 好像卸妝水 這支 簡直是歐衛 不過這是中氧 很划 幾十元一支 其實呢 Color U都有卸妝水 其實是各有各的 但如果說剛才眼部 眼唇 我真的很喜歡這支 Megremix 我用過很多很多枝 它是我用過最好用的眼唇卸妝 然後 現在這一邊 就要示給大家看 我這邊是塗了粉的 塗了粉的 Mascara 我們也是一樣 去塗了 折毛 這個全新的 其實平時我不是這樣分開兩塊 一塊過的 不過因為今天 剛才我不可以一次 封太兩隻眼 要不然我不會分兩塊 那麼浪費棉花 慳加底嘛 先鋪著 吃著 就是這樣按緊它 按緊這些摺毛位 希望我今天 在大家面前 卸妝這個步驟 大家都記住 我知道很多人都貪方便 還有覺得 其實很多人都跟我說 化妝真的不難與同 卸妝才慘 回到真的不想卸 當你知道自己的皮膚 和你的睫毛 我自己都很護理自己的睫毛 我有塗睫毛增長液 給它營養 你想要漂亮 但你自己又去損壞 去破壞 那你前面的護理 就全部浪費了 所以卸妝 我是很樂意卸妝的 好 好了 我現在想敷著這一刻 去拿一支黃色的產品 和洗臉 要不然就試不到 這邊給大家看 等我一會 因為黃先生 不會知道我的東西 放在哪裡 就算知道 她是忘記自己公司 有什麼產品的 她說她都不知道哪一支 所以我叫她也是浪費 拿一支洗臉 我最近試著HC 即是黃金洗臉 還有純布這個泡泡 都要告訴大家 真是一個挺好的產品 拿著洗臉 我們一邊說 不用叫她上鏡了 大家都這麼晚還沒睡 我問是不是因為星期六呢 先敷著 先敷著 等我回來嗎 好了 我們要一分鐘 因為太快 還未溶解完妝 就會洗得沒那麼乾淨 等一分鐘 然後我們 其實你看到 那些睫毛 都開始溶解了 還有如果她是纖維型 有防水功效 如果妳這樣強行搓 會更加難 即是 會更加要搓多幾下 那你就更加破壞了 還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眼睫毛 掉了 因為用水一沖的時候 用東西抹 她根本分不到哪些是自己的睫毛 哪些是妝 我們都是對摺 放下去 另一塊又對摺在上面 這裡 向外抹 將些纖維向外推 這個方法是最乾淨 最不傷睫毛 最乾淨的卸眼布妝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 都因為自己的睫毛弱 短 梳 就去薄 去直 那其實呢 你預了直睫毛 自己的睫毛都會掉 就算貼雙人皮膠 那些叫做假的睫毛 去自己貼 其實都 當你射和膠水 貼到自己眼睫毛的時候 其實都很容易會掉下自己真的眼睫毛 所以我就很鼓勵你做這個 譬如好像現在半命九的 印字術 它是將營養經微針的頭 導入去我們的 不過那個針頭就不同 平時做微針的針頭 它是平貼片來的 好像一個導入的面 它導入了眼睫毛底層的營養 令到它有營養生長得好一點 農物一點 長一點 就好像微針的原理 將營養主要皮膚底層 然後就抹去 抹去 抹去 好乾淨 好乾淨 写妝一定要洗得乾淨 要不然你化我妝來 就真是沒有意思 覺得好痛 眉睫毛 還是你做過這個人字術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不過第一個坐下來 我旁邊的同學 他呢 是男生 記得是誰的 一坐下來 他就說 喂 你的皮膚很乾淨 我剛才說 喂 你很乾淨 然後他呆了一呆 我說你的皮膚 忍不住 真的不要太多黏眼睫毛 現在新的磁石 不說黏眼睫毛 很容易甩自己的真眼睫毛 不過要養自己的眼睫毛 是要時間的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邊 如果一般我們用化妝 我常說輕妝輕射 重妝就要重射 輕妝意思是你沒有塗粉底 只是塗了素顏霜 或者是防曬 你還用卸妝水 但如果像你現在這樣有 塗粉底的話 就應該要用卸妝膏 或者卸妝油 當我現在是這個 我試這支 這支 KAYO的卸妝油好用 我們現在試一下 用卸妝油卸出來 是什麼效果 而且它本身一落臉 基本上就會變成乳狀 它擠出來是油 我們會這樣 因為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一濕水它就會變成乳狀 你會這樣 這樣吧 都乾淨是不是 我已經卸妝油 我已經卸妝油 卸妝油 KAYO的卸妝油很好用 而且它是不同的 其他卸妝油 也不會留下沉澱物 現在最重要的是 卸妝油和卸妝油 你要再洗臉 一定要用洗臉 產品去洗臉 我們現在又試一下 用潔面水去抹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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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乾淨的 告訴你 其實 PURPSKIN的卸妝洗臉 它的優點 就是卸得乾淨 和可以一次性 因為我身邊 真的沒有一支 不好用的卸妝膏 有的 不過 那個 就免得打人招牌了 真的卸得不乾淨 我今天用兩個 都是卸妝的 所以大家說 如果我不用 PURPSKIN的卸妝洗臉 可不可以用家裡 有的卸妝油 卸妝膏 是可以的 譬如 KAYO這支 其實這個不是讀KAYO 是我自己 跟著的名字 它叫KALFIL 這支卸妝油 一樣卸得乾淨 但卸妝油的問題 就是 卸妝膏 卸妝油 或卸妝水 之後要洗臉 有些人可以用潔面水 去抹臉 也可以 用洗臉產品 我今天就用這支 黃金洗臉 反正就給大家看它的質地 我平時 這段時間 都有用KALFIL 這個洗臉 大家也知道 好用 黃先生用到我 差不多用完了 你看看 一般洗臉 我只是擠這麼多份量 然後 人們經常問 洗手間濕手 其實我們洗臉 這支手自然都會濕 而且你應該在 手掌心上起泡 然後你會在臉上擦 因為我這邊已經洗了 就不再洗了 你是不是玩完了 發計線 我才不回答這個問題 我這個天生的 發計線 你很自然的 一定是打圈 下巴位 T字位 擦多些 因為這些地方比較出油 容易髒 是不是 001 加卸妝水 之後 洗臉 001 棉花用卸妝水 之後洗臉 意思是用 這個粉底 磁石粉底 你搓完之後 其實就過水 是不是 幸好我有準備兩盆水 不行 不行 因為我告訴你 卸妝水 抹這個粉底 是不夠乾淨的 因為卸妝水 我建議是平時 沒有塗粉底的去用 但如果你說 你的洗臉產品 也有卸妝功能的話 那也可以的 因為它的磁石粉底 比較貼妝 那你如何測試 它乾不乾淨呢 就是可以用棉花 用這個 爽膚水抹都可以 那我現在 抹光了 兩邊的感覺 現在馬上感覺不到 因為這邊剛才 瓊了那麼久 一定會有些抹 這邊剛才洗完 水分還在 就不會那麼快 覺得抹 那這就是剛才用過的 一些棉花 用過一些新的 那一般呢 那一般呢 我就會 洗完臉之後 其實我們就應該用 爽膚水 那韓國為什麼會有 潔臉水呢 其實他們就是 代替了第一道 爽膚水 那如果你沒有用 潔臉水 其實我們就應該 建議用兩種爽膚水 第一種呢 就應該是水狀的 爽膚水 就是相對起 沒有那麼高精華度 就是沒有的 那我們首先抹一下 跟著紋路抹一下 沒有啦 沒有骯髒的 真的很乾淨 剛才 Tiffany就問 如果用棉花 加卸妝水 再洗臉 那這個瓷射粉底 是否乾淨呢 其實就是要看 你的洗臉產品 因為如果現在很多 洗臉產品呢 都有卸妝功能的 那如果你的 洗臉產品有卸妝功能 那可能它的卸妝度已經 可以做到 就不用一定要是 卸妝膏 卸妝油的 因為有些人就直接棉花都不用的嘛 直接 即是洗臉水 我見過真的用手 這樣搓的 那就不行了 都還是很乾淨 證明妝氣落得很乾淨 那經常跟大家說呢 回到去 一定要敷舒緩面膜 今天主要就是分享 不同的卸妝產品 不同的卸妝產品 都是一樣 卸到Purve Skin的 磁石粉底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當然用的掃會更加乾淨 而且不用再洗臉 美人彈 我以前反而好像沒有人 我覺得這個彈 有點怪怪的 感覺上老一點 還是比較脾氣的 不過我知道現在 人們是故意去弄 時代不同了 現在每一段時間流行的東西 都不同的 然後我會敷眼膜 我剛才已經用爽膚水抹了 我們叫做 調理了皮膚的紋路 以及叫醒肌膚去做吸收 我會立即敷眼膜 我這個眼膜 就是Ascene Ascene的黑珍珠眼膜 這個眼膜 一盒是30對 建議每晚都要敷一對去做舒緩 它現在新的升級版包裝 裡面的精華因為超多 是流出來的 多到 所以它有一個 加了包裝 改了這個蓋 它壓住空氣的蓋 它以前是用錫紙的 因為它精華加了 所以如果用錫紙是封不緊的 技貨好像全都流出來 然後我就會拿 一片眼網 你看它的精華多到 至於眼膜 很多人都認為 不需要日敷 其實不是的 你的眼部 每天都有表情 每天都會有 你會流失水分表情 甚至是別人觸眼 你每天都敷一對眼膜 只是舒緩那天的疲勞 平時做滋潤一些 我們叫做 加強保護 就是一些滋潤眼膜 這個只不過是每天做舒緩 對黑眼痠 對眼部的黑色素呈現 以及對舒緩緊張的肌紋 是很好的 至於怎樣擺 其實沒什麼所謂 因為有些朋友問我 尖尖應該向邊面 有些人會問 是不是應該這樣 要和你看的精華多到 它新的升級版 這樣又可以 這樣又可以 其實沒所謂 因為如果這樣 這個弧位會貼多一點 但如果有些人 是覺得想這個範圍大一點 是沒有一個限定的 還有如果皮膚很乾 敷這些會有點膩膩的 還有到這個時候 敷的時候 你記得要等皮膚吸收 一會兒 它才不會滲下來 你才可以敷著眼摩 也可以坐著吃飯 喝湯 它全貼緊就不怕了 眼紋超厲害 那你真的要加強狐狸 因為我自己覺得眼部 是很容易呈現衰老的 等一下它就會吸收 我不會這樣滲 是啊 證明肝會覺得有點斜斜的 然後我會全面敷這個 露會形膠去舒緩一下 敷完之後 我就出去陪王先生看一下播 然後我才去洗澡 因為我習慣了 每晚都會舒緩緊張的肌膚 敷著這個露會形膠的好處 就是不會阻礙你 吃飯啊 什麼都可以 我漏了一件事 忘了告訴大家 這個很想說 先塗上去 因為臉已經很乾 其實我不是真的陪她看的 我有自己看自己的東西 看電話 看Facebook 因為我不看波 叫我不好 不要出去騷擾她 好 好了 這個露會形膠 其實你敷著它本身裡面有 玻尿酸 還有保濕 還有它的露會形成分 使你洗完臉的緊張肌膜 做回一個舒緩 以及即時做回補水 第一 不會像paper一樣阻礙你 其實舒緩和平時的paper面膜 是不同的功效 一般舒緩面膜是涂茶的 用來每天洗完臉 黃金30秒去做舒緩 如果我試過 這麼久以來 曾經有一個客人 跟我說 她很怕 她很怕 淘茶的東西 她問我有沒有其他方法 要是洗完臉 就立刻噴這個保濕噴霧 給大家看一下 我說你可以立刻噴 類似一些保濕噴霧的東西 洗完臉就立刻噴濕 才去回房戶 只要你不要給光的空間 保持太久 黃金30秒是很重要的 然後剛才說 說漏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唇部 很多人唇部都沒有去做一個特別的護理 定期要做唇部磨砂 唇部磨砂 我已經看到很多朋友 開始明白到 除了面皮膚之外 身體 其實唇部都要做 另外 其實現在產品是出到 我覺得現今我們是很幸福的 多了些什麼產品都有 甚至乎一張面膜已經不是以前保濕 那麼簡單 你看到一邊說 其實它會滑 因為還未吸收 所以我們要讓它吸收 你會感覺到 皮膚吸收之後 它會跟皮膚貼著 到你再說話有表情 它都不會動 大約眼磨都可以敷到20至30分鐘 它會整塊吸收了 接著薄了 就是這個 唇部磨泡泡 面部有很多磨泡 唇部這個我今晚都想分享給大家 其實打算今晚不分享 想面部一起分享 但我現在唇部 塗完唇膏 我覺得不用一個星期一次 如果認為自己的唇部 我現在習慣了清潔 因為唇部是好而有唇鹽的 我是有用唇瘡膏的 我是有定期待唇瘡膏 因為唇部是會無端端爆瘡的 所以之後我就很勤力護理唇部 這個是怎樣用呢 其實它不是新產品 只不過沒有太多人認識它 我們之前一翻 就馬上斷貨 幾次都斷貨 它就擠出來是這樣 眼磨20至30分鐘 這個眼磨就 插了下嘴之後 然後它本身是黃色的 我們一邊等它這個時間 你看看 這個眼磨已經貼了 沒有剛才那麼滑 看到嗎 如果你自己敷著 會感覺到 就是因為 它正在拋我們的唇部 有些髒東西出來 就好像幫唇部做了一個蛛樣 所以它就是這樣拋的髒東西 如果整天化妝要塗唇膏 更加要做 即使不是每晚做 你可以定期一個星期做兩三次 還有我們唇部 其實是要加強護理的 我發現很多人唇紋好心 還有唇色好心 很多人會勤你臉 會化妝 有些人不塗唇膏的習慣 所以現在很流行的 有色變色 但我發現很多人的唇 是很老態 人們都會忽略了 其實我們說話 除了眼之外 別人很留意你的唇 所以唇有護理 唇色漂亮 給人的感覺 覺得很乾淨 還有我們每天都要吃東西 我們每天吃東西 其實唇部是接觸得最髒的 但偏偏沒有人呵護它 很可憐 所以我真的很想介紹給大家 除了做泡泡之外 唇部都可以敷唇膜 唇膜 大家也知道 我正在使用 好像NATROPOLIC的唇膜 都是好用 如果一路找到新產品 有更好的話 我會再介紹給大家 一路一路起泡 那大約多久呢 唇部 其實你看它都起泡泡 一般我們清潔 都是做五至十分鐘 如果唇部 其實一兩分鐘就可以 因為我們唇部的皮膚和臉部 不同 它很快就深入了 很快就拋了出來 你看到 你看 整個抹影腸 就是這樣 這裡 我們現在說這個狀態 其實已經可以洗臉 對呀 都起泡了 你見到它起泡 其實泡裡面帶了很多 我們吃完東西的油脂 可能甜品的糖分 甚至乎一些渣子 在唇上 其實你回家 你沒洗澡 沒拆牙洗臉 我剛才是拆了牙 然後唇部 可能你保護你 那你就要顧你 唇部 唉 抹了一口 好乾淨 如果你做完唇部 你會感覺到 唇部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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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爐火營膠 我連唇部都會敷 然後 我敷整張面膜的時候 我才會敷唇膜 露火營膠真是慢用 然後 晚上塗完 會敷品的時候 我又會塗唇鹽膏 一時時的 我不會常常塗 但覺得自己有一點點 敏感的時候 因為我會敏感的 我才會塗 可以呀 唇部也可以敷露火營膠的 可以的 然後晚上 我都會塗 一個唇部的保護 例如一些 叫做 雪花秀的 Sleep Brown 它是 晚上睡覺 你當作唇的 滋潤膏 這樣塗 唇膜 可能大家都認識的 難知的唇膜 很多 很多 還有厚的 多不勝數 很多 大家都可以 最好做一個 唇部護理 好 好 去 20分鐘 清洗乾淨 我的唇部紅酒 很棒 咦 你經常喝紅酒嗎 對呀 有些有色素的飲品 唇部 更加會有沉澱色 所以要定期做唇泡泡 唇磨衫和唇部都做 不過當你做清潔的時候 就要留意 唇部都要做護理 就要給它滋潤 唇磨都不可以冷敷 唉 去洗一會 今天星期六 大家 都洗一會 拜拜 希望你們今天明白到 我們化妝後 要怎樣卸妝乾淨 才可以保護自己的皮膚 和不會浪費了平時的護理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拜拜